6月16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舒心 槟城湖内一间组屋单位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宗人伦惨案 67岁的华裔妇女 怀疑被患有精神疾病的40岁儿子 以剪刀刺死 死者被发现时 警部满是鲜血 基于案发当时 只有儿子和死者在场 警方今天严扣儿子 以调查案发动机 另外邻居接受访问时透露 嫌犯平日举止正常 与母亲也关系良好 案件曝光后 大家都十分震惊 嫌犯今天被带上法庭申请严扣 面对记者镜头 全程面无表情 东北县警区主任拉兹兰指出 嫌犯早前曾经多次威胁 要杀死全家人 但是真正的干案动机 还有待调查 记者今天重返案发的组屋区 当地居民揭露 嫌犯曾经是货车司机 在一场车祸后 伤及大脑才会患上精神疾病 他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邻里坚也已经见怪不怪 尽管如此 嫌犯和母亲关系良好 死者每个星期都会探望嫌犯两次 还会一起到茶餐室用餐 镜头转向霹雳 霹雳滑都崖野 昨天傍晚六点多 发生油站油泵爆炸事件 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 一名摩托骑士在油泵前准备添油 没想到眼前的油泵突然冒火 吓得他赶紧掉头 而旁边正在添油的轿车司机 也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 纷纷开车逃走 油泵爆炸起火 冒出滚滚浓烟 还传出爆炸声 场面十分吓人 幸好没有伤及人命 国际影星范冰冰的三天古城之旅 来到尾声 对于我国的风土人情 以及浓厚的文化特色 他都赞不绝口 范冰冰今天一身新中式服装 接受媒体联放 侃侃而谈自己对大马和马六甲的看法 此外 他今天也捉紧时间 走访大明沙里观景塔 游览周边的历史古迹和爱化墨沙 为古城之旅画下完美句点 范冰冰形容马六甲 就像中国的云南大理 两者都是拥有浓厚文化背景的古城 而马六甲的特别之处 除了历史背景 还会让中国人觉得有连接感 婉转古城三天之后 作为马六甲旅游大使 范冰冰对于古城景点 已经如数家珍 来到马六甲必须要做的几个事情 去范冰冰的那个五位娘的地画打卡 然后去吃这个榴莲尖锐 然后要去红屋 然后去穿观这个娘惹的这个博物馆 还有要去看那个 再见马六甲的这个叫什么歌舞剧 马六甲著名的娘惹文化 举世闻名 范冰冰也大方称赞娘惹服饰很漂亮 不但能够让人融入古城各个角落 也能够了解娘惹文化的传承 在古城之旅结束之前 她坐上旋转观景台 眺望马六甲的风景 下来后也用马来语 说出马六甲旅游年口号 亲切地与粉丝签名互动 接下2024年甲州旅游大使的重担 范冰冰直言自己倍感幸运 也觉得责任重大 让全球了解马六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遇上违规停泊的车 还影响了交通该怎么处理 一辆违规停车的休旅车 挡住了其他车辆的出路 结果被放上垃圾桶和三角锥 以此作为教训 现场的画面也在网上引起热议 根据发布视频的网民分享指出 车顶被放置垃圾桶和三角锥的本田休旅车 因为违规停车 挡住了另一辆车子 车主鸣笛将近一个小时 都没有人来移车 于是决定给休旅车的车主 一个特别的教训 不少网民也在视频下留言 批评休旅车车主的违规行为 新加坡一个专门提供大自然导览的组织 野渊之旅 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 在新加坡海岸拍摄到鬼脸鱼的视频 鬼脸鱼其实是胆星鱼 长相奇特带有毒刺 双眼瞪得大大的 在沙中探出头来等待猎物 不少网友看了都直呼太恐怖了 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入狱服刑将近一年 适逢父亲节 他的女儿诺亚纳接受中国报的专访 侃侃而谈与父亲相处的点滴 更形容纳吉犹如战事 就算面临阶下囚的困境 都能以积极心态 以及顽强的意志 应对人生挑战 诺亚纳在访问中 也不忘送上他的父亲节祭语 给纳吉加油打气 诺亚纳说 纳吉入狱服刑前曾经告诉他 身为一名政治人物 必须经历高光和黑暗时刻 他形容纳吉是一名战士 经历过踏足美国白宫和英国白金汉宫的高光时刻 到沦为阶下囚的黑暗都能保持乐观 尽管如此 纳吉也曾经向诺亚纳吐露心声 诉说自己在监狱身边空无一人 夜深人静没有倾诉对象 是最孤独最难熬的时刻 令诺亚纳难以放心 诺亚纳在谈话中 透露自己曾经带着孩子 前往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的体验 他没有能看到JRX 或118 回想父亲任相的时期 诺亚纳说 父亲总是以满腔热疹和奉献精神 扮演国家领袖和一家之主的角色 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从来不会把工作压力带回家 也时常对他们耳提面命 要照顾好家庭 也要举止得替 还鼓励从政的他要多了解基层 诺亚纳最后也说 相信父亲总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 回到家人身边 再一起共度时光 接着来看国际消息 山寨奢侈品已经不是新鲜事 中国央视财经报道揭露 广州有高仿奢侈品一条龙产业 产品包装收据等等都能造假 甚至会伪造海外物流单据 让消费者以为代购真的买到真品 而真正价格只有大约 3000元人民币的高仿奢侈品 可以卖到2万元 约等于13000令吉 报道指出 广州的商业区以及居民楼里面 还有大量拉客活动 拉拢潜在客户购买高仿奢侈品 有兴趣的买家必须经过商贩查验身份 避免执法单位放舌 甚至还有专门的电子程序 方便买家选购 报道也揭露 高仿奢侈品的产业链 在广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就连物流讯息也可以伪造 让许多顾客误信产品来自海外 实际上都是发自广州 美国密歇根州一座水上乐园 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傍晚 发生随机枪洗事件 警方消息指出 枪手持枪朝人群开了大约28枪 造成至少9人受伤 最年幼的伤者只有8岁 警方迅速到场 成功制服枪手 也将伤者送往周边的医院接受治疗 镜头转向英国 现年42岁的英国威尔士王妃凯特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去年12月 她早前亲口证实罹患癌症 并接受持续治疗 直到昨天星期六 久违的她终于出席公开活动 再次回到大众的目光中 凯特连同王储威廉王子 三名子女以及其他王室成员 出席英王查理斯三世的 受臣阅兵仪式活动 亲切地向民众挥手致意 而一项鬼马搞怪的路易小王子 也被镜头捕捉到淘气可爱的表情 可爱的表情包模样 也成为昨天公开活动的另一个焦点 随着辽国与中国之间的中辽高铁已经开通 泰国预计会在7月中旬 试行泰国和辽国之间的跨境铁路 泰国国家铁路局宣布 这项铁路试行意义重大 即将实现曼谷到北京的跨境活动 对旅游运输来说都大为有利 另一方面 来往香港、北京和上海的高铁通宵卧铺列车 星期六晚上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起航 首发列车的乘客 除了可以感受第一趟通宵卧铺列车 还获赠列车纪念品 除此之外 西发招致的列车使断也获得乘客们的赞赏 纷纷表示上车睡一觉就能抵达目的地 换个焦点 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困境 巴基斯坦政府宣布 从星期六开始下调汽油和柴油的价格 最新的汽油价格降至每公升约4.37令吉 而柴油的价格也降至每公升约4.53令吉 有望疏解巴基斯坦人民面对通膨的生活困境 俄罗斯乌塔航空一架飞机 星期六在北极地区遇上恶劣天气 紧急迫降在被称为世界末日的雪地地区里 整架飞机断成两节 还一度从雷达上消失 庆幸的是 机上36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都奇迹生还 事发后被疏散到周边的机场大楼 如佛王室交通工具收藏站 昨天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展出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观战 就连马六甲元首敦莫哈莫阿里也到现场共享胜举 现场展出的交通工具 大多数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车辆 包括1985年第一代的宝藤赛家 以及1932年的福特等等 新闻最后跟着我们的镜头 带您到现场看个究竟 我是书欣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